Ayo,我是Layu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久沒有回到阿拉伯地圖了 天梯環節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約8點鐘方向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印蘇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 駱駝攻擊速度很快 村民造價非常便宜 但是他的關鍵的兵種都是黃金兵 苦拉姆、駱駝、火槍兵 他也可以打馬功 整體來說是非常吃驚的文明 但是他的銀貫技術可以讓他的黃金的採集效率變快 甚至聖物也可以加快速度 所以整體來說印度斯坦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村民的採集資源 開局時就會加散的效果 讓他前中後期經濟都處於一個不錯的狀態 阿茲特克人也是僧侶裡面血量最多的文明 白血僧侶就是在講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他的老鷹爆也是南美裡面最可怕的文明 因為他的產能速度非常快 產老鷹基本來說是一個很漫長才可以產出的一個單位 要30秒左右的時間 阿茲特克人變成產老鷹 只需要20幾秒就可以產出一隻 打法來說也是非常可怕 老鷹爆這個打法在城堡時代是相當難解的 到了帝王時代可能還是要想點辦法 轉生旅、老鷹、投石車、巨頭 作為主力會更好一些喔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開局 Hera這邊是選擇了三人伐木 那最近大家一直提倡兩人伐木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是覺得有利有弊喔 當然你兩隻聰明去伐木的話 可以更早升到封建時代 但相對來說你維加的成本 資源就會非常極限喔 也沒有太多的資源可以去做quework 或者是把自己的資源點維得更好 沒有辦法再前期獲得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所以至於是兩幕或三幕這個討論問題喔 我覺得一律三幕的話是更好的 就不要去打什麼極限配置了 能穩穩的上去活住封建時代才是重點喔 斯基帝國這個遊戲封建時代看起來很無聊 但其實最重要的時代就是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要怎麼活下來才是這遊戲的前期問題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這邊是點下的支付技術 好封建時代也點下了一級伐木 大家應該會馬上補先補了一個伐木場 這邊是走一個雙伐木場開局 這裡不是打棒棒 這邊應該是要打落馬開局 那阿茲特克是可以考慮打落馬 不是打落馬 打這個棒棒開局的文明喔 畢竟這個巨英產能很快 棒棒出來的速度也會稍微加快一些 那阿茲特克沒有打算要這樣打 應該就是要打槍矛防守 然後升到城堡時代打老鷹的策略了 很有可能 那現在來看一下 HERA這邊還有一分鐘 待會就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好軍也補下了 好印度斯坦後方看起來是正常 欸這個一級伐木沒有點喔 馬上就點下了 這個不點的話經濟會很差喔 好補下了赤猴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房子 但是他房子決定補了左邊 想要先把左邊圍好 這邊稍微沒有先圍死 那這裡槍兵應該也不用按 那對手是轉5 HERA這邊是轉雙軍營 居然不是打一個弓槍 好決定走一個槍兵配老鷹 好結果自己的一村被抓掉 HERA這裡有點尷尬 把對手圍起來打 但是損失了兩隻村民 直接死去開局輸兩村 HERA風箭時代很尷尬 雙軍營爆老鷹 開局就收到阿斯特克老鷹可以爆得很多 但老鷹這個單位其實封箭時代是很難打贏肉馬的 因為他的這個體質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5D攻擊力對上HERA的老鷹是4點攻擊力 而且本身來說老鷹也是沒有金戰防禦力的 所以打起來是很容易被肉馬給尻到頭破血流 但是阿斯特克老鷹的優勢是價格優勢 他的黃金在封箭時代是比肉類還要採取更快的支援 黃金創造來說會產的比肉還要快 所以阿斯特克可以爆產老鷹的優點就在這裡 而且產的速度是真的快 好這一老鷹已經來到6隻 但是印多斯坦轉出了工兵3隻工兵對上4隻肉馬 黃金創造兩邊都在互相想要測試一下對方 這個有沒有失誤 好工兵4隻往後拉扯先點了一隻槍兵的血量 但是老鷹已經開始往上貼貼到了工兵 工兵被老鷹打也很痛 而且現在有一級防禦力的關係 工兵打老鷹基本上有點打不太動 好有一級射了那至少可以變成兩滴血了 剛剛沒有一級射的話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好那印多斯坦這邊要考慮要繼續出肉馬或是工兵 都是要去考慮的 不出工兵的話用肉馬硬扛很容易被阿斯的槍毛 槍陰策略給壓制住 所以工兵還是得出 這就是打南美國打老鷹爆的話最麻煩的地方 這個兩邊東西都要特別注意喔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阿茲的這套打法 工兵還是要繼續量產 好那看到這裡阿茲特克老鷹繼續按三軍營啊 HERA封建時代三軍營爆老鷹 沒想到以前都是城堡時代爆老鷹 現在...現在...2024年了 變成封建時代爆老鷹 那這個真的是難打啦 城堡時代至少還有騎士或是常見兵可以擋 那這個局面阿茲特克暴力隊老鷹 印度斯坦可能要轉肉馬或是裝甲步兵 才有機會擋得住囉 好這裡步兵...抗不太住 老鷹雖然可以用臭命反打一下 但是殘血速度還是很快 HERA這邊沒有機會可以點下一級攻 三軍營爆老鷹 黃金是非常吃緊的 肉也是喔 這要趕快撒更多農田 才有機會去點下一級攻擊力 好右邊大戰打完之後 對方的弱馬損失掉了 只剩下一隻弱馬 弓兵剩兩隻 正面開戰 HERA是稍微拿下一點優勢的 好這裡村民已經被嚴重騷擾到 好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看來...印度斯坦有意識到 封箭時代要擋住老鷹最好的辦法 封箭數量起來的話是可以擋得住的 但是前提是要先騎得來 好這裡HERA先小心控黃金 結果直接被村民爆打一波 損失了自己的兩隻老鷹 但是成功了擊殺一隻村民 好村民數開始有點... 垃圾嗎 好像也沒有 HERA這邊為了按老鷹按到自己有點斷村民 來到1分24秒 村民差距來到了山村 好印度斯坦點下了一攻 HERA這邊三隻老鷹繼續按 OK 弓箭手數量越來越多囉 HERA這裡要小心 但是這裡沒有碰好 怎麼跑去打右邊的 後面自己不打 哇這裡有點危險 後面兩隻老鷹還在追 抓掉了一村 後面走到TC的設成範圍內 這樣就很安全 左邊又抓了一村 現在HERA是36層 那39層還偷偷補下了一個輪走技術 一攻要不要找個機會補一下呢 這麼多的老鷹 黃飛 實戰上遇到這個打法 真的特別難擋 工兵一定要趕快按 那為什麼會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老鷹這單位不是遠防很高嗎 出工兵到底行不行 以封建時代來說的話 工兵是OK的 那以城堡時代來講 或帝王時代 老鷹再繼續出工兵擋的話 可能是很難擋得住了 越後期的老鷹事量是越來越龐大了 封建時代可能就是三軍營或四軍營就是極限了 也可能出雙射箭場或三射箭場 還是有自己的射程優勢 可以去阻止老鷹這樣子瘋狂騷擾 HERA這邊是點下的城堡時代 稍微來賣一下 當然印度斯坦這邊還稍微差了一點 而且阿茲特克生城堡時代的時候有手推測 這樣經濟就會非常好 可以看到HERA這邊雖然開局少了兩村的經濟優勢 但是現在有輪走技術的關係 支援開始反超對手 大約快要300支援了 老鷹的數量也來到了10隻 待會生完城堡時代 應該會有快要20隻的老鷹 那工兵稍微過來擋一下 HERA這邊在等城堡時代升級 那看到對手這麼龜塑的話 印度斯坦應該有發現HERA是升時代了 但是工兵雖然也開始慢慢堆疊起來 好 這邊是關鍵 老鷹一定要等二級一防 跟變成英勇士 還有護衛技術升級好 才可以往上衝刺 印度斯坦這邊要趕快先升級奴兵 大學這邊要考慮一下不要點 那這裡最好是纏一些駱駝 來擋會比較好 結果這邊是轉馬攻 印度斯坦又要走馬攻策略了嗎 好 但這邊老鷹 英勇士已經升級好了 現在來到了55滴血 遠防4點 好 但是奴兵升級好 有7點傷害 二級一防也好了 英勇士這樣被射也是兩滴血 哇 沒有鱷駝幫忙輸出 這個老鷹有點無法無天啊 但這邊印度斯坦是選擇了馬攻 馬攻的話比一般的工兵還要多一點傷害 打老鷹的話一下就是3滴血 但是工兵最終還是被老鷹給克制住 或工兵全部倒光 好 印度斯坦人對上大量老鷹的情況下 要到地龍時代才比較好解 印度火衝 那在這個時期 只能多多利用自己的弱馬 或是利用自己的弱駝 或馬攻反制 馬攻的部分的話 會有問題喔 是這個時間點是很難量產起來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 他會怎麼擋這一坨老鷹飛 好 黑羅這邊就去單TC報老鷹 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好 但是馬攻的傷害開始起來了 點下了二級攻 縱火技術 生侶也在偷玩了一些 生侶應該是拿來補血跟去減生物 並不是要拿來當作阻力 好 印度斯坦跟蹤技術也點下了 稍微可以拉打 好 繼續拉扯 印度斯坦輪軸技術 5分5秒鐘 下第三個射箭場 ok 這樣馬攻的量產才會更快一些 好 洛馬稍微擋一下老鷹 但是擋不住 英勇士的傷害 英勇士的傷害已經有二攻的情況下 洛馬是很難擋回去的 除非自己的青騎兵也升級了二攻 就稍微能打 還是要用青騎兵去跟老鷹交換的話 就會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資源採集速度的效率問題 肉類總是會比較慢 黃金還是比較快挖出來的東西 好 這裡村民有點尷尬 沒有辦法即時逃避 還是被收掉兩村 第三村 有機會 三村拿下 後面兩隻老鷹在追馬攻 這個老鷹有點發呆了 最後Hira這邊還是賺到了幾村 41村打47村 兩邊單TC 繼續交戰打中 右邊這一坨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印度斯坦村民數下降到只剩下38村 村民差距快要來到了10村 印度斯坦補下了品種 好 村民差距打出來 三位Hira可以考慮轉一下戰毛兵 可以是要先開TC呢 這邊要直接秒殺印度斯坦 好像還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現在馬攻成心起來 印度斯坦一定會覺得自己還能打 好 這裡看到老鷹過來 預測成功 老鷹這邊再重新聚集 好 老鷹上前 抓到機會 這個反撲直接抓掉兩隻馬攻 好 不用 Hira這邊稍微有點卡人口 現在75人口 TC沒有繼續補 先補了一個輪軸 手推車技術 好 手推車 這麼早點下 是因為卡人口的關係 好 這裡往前 貼到 這裡有死了一些馬攻 但是老鷹也是倒下 好 這裡開始越來越對 Hira越不利了 馬攻的數量一直成型起來 一直拉打 老鷹可能會受不了 但是老鷹現在的優勢 就是量大 就是美 總還是可以產出大量出來 而且馬攻需要更多的手術去操作 左邊的村民已經死傷一片 村民差距來到了8村左右 實際上應該是10村了 因為還要喊這個手推車的 村民的產生時間 好 這個射箭場 看來是沒有辦法擋下 雖然有縱火技術 老鷹的話 雖然還是要多採取 好 還有啦 劍狀 老鷹沒有辦法秒殺印度斯坦 決定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開始回農一下 3TC 開啟 好 左側這邊檢視動物被發現 最後還是被點掉 現在印度斯坦有彈道學了 打起來非常準 14隻馬攻 點老鷹 還是很痛 哇 這裡很難受 草鷹還在追 再來高地 高打敵 這邊可以考慮原地射擊了 好 最後馬攻要吃掉這些老鷹了 誒誒誒誒誒誒 這兩隻老鷹直接不理 回頭 好 這裡想要秀 這邊這裡快要突破 馬攻趕快回家 2G伐木補善 這邊2G伐木稍微慢了一些 支援差距越來越大了 已經差距4000資源了 阿茲特克的經濟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個人認為 資源最好的 南美文明 就是阿茲特克 當然就是瑪雅 印加 印加來說的話 有這個減免 所以 實質上也不會遜色於 阿茲特克 或是瑪雅人 整體來說 南美洲的文明 經濟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哇 又再點掉了一隻生女 這裡馬攻雖然來到了18隻 印度斯坦 目標只要來到30隻馬攻的話 HERA的老鷹就會很難受了 但是HERA這邊是繼續報老鷹 甚至來到了5馬舅 好 再補下更多的軍營 來到了6軍營了 好 這裡數量總共有16隻 好 上高地 高地 射老鷹 傷還是不錯 好 這一坨馬攻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老鷹 三十一隻老鷹 很超過 好 HERA這邊還是沒有放棄 繼續用老鷹想要飛死對手 是印度斯坦 臭明書 開始被打出了差距 55吋對76吋 這裡補下了一個TC 挖這個黃金 木桶已經挖穿 那我還要到後方去伐木 好 右側這裡少量的馬攻有點尷尬 先趕快拉回家比較好 左側的馬攻 這一坨老鷹還沒有解決 這就是馬攻打老鷹的問題 會浩費大量手術 再處理這些老鷹身上 那HERA這邊的重點就是要讓對手 不要繼續努力成形自己的馬攻數量 趕快多線騷擾 讓他經濟越來越差 打出經濟差距來 後期轉出紫毛器 這邊馬攻應該還是能解得掉 但是現在重點就是要讓對方 沒有辦法繼續來到自己家裡騷擾 要給對方更大的壓力才行 第三個TC也補下 HERA現在是幾個了 1234567個軍營在產老鷹 那這黃金已經快要沒有了 家裡的黃金越來越少 老鷹花費還是很貴的 好 HERA這邊要考慮一下 後面的打法該怎麼決定了 現在趕快來挖石頭蓋寶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 馬攻已經成形了 27隻 即將來到30隻 一有30隻的馬攻 HERA就會 打不太贏了 哇 最後還是來到30隻的馬攻 這波打的其實算是很漂亮了 好 拉打再拉打 好 最後馬攻 死了兩隻 還三隻 但正面這個射箭場 好像又要被拆掉的樣子 左邊生物 終於拿了回去 好這裡馬攻24隻 往左邊走 好 這裡馬攻數量已經來到了31隻 阿茲特克33隻老鷹 現在來看一下情況 阿茲特克 現在107吋 對上印度斯坦 74吋 阿茲的老鷹 來到了8個均勻的慘人 中間開始有城堡了 HERA這邊有想要上帝王嗎 直接鬼轉 救贖思想 這裡有什麼想法嗎 這裡轉救贖思想 是要來招響工程器 或是建築用的 但是印度斯坦 現在沒有產出任何的工程器 也沒有地位斯坦 火炮的問題 暫時是拿來 招響建築物嗎 想要直接突破中間的 這個射箭場的想法 但是這個地方 要突破也很困阿 因為森林一定要貼進建築物 才能招響 馬攻可以即時把森林給射掉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馬攻雖然來到31隻 雖然是老鷹最痛苦的時期 好 馬攻一直拉打 老鷹死的速度非常快 已經來到了80幾隻的老鷹倒地 但是有幾隻馬攻被戳掉 哇 HERA這裡122吋 出名差距快要來到了40吋 但是馬攻已經來到30隻 這個數量是HERA最不想要看的馬攻數量了 30隻馬攻 老鷹就有點打不穿了 好 中間抓城堡 好 哇 這裡高打低 城堡傷害不錯 左邊又補了一個新的射箭場 好 後方六隻馬攻 繼續拉扯 這裡馬攻有點少 好 現在印度斯坦可能感覺情況不對 趕快去一下HERA家裡騷擾一下 但是只要本隊一走 家裡就會完全守不住喔 這一波BD 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這個偷家 要是沒偷成 自己家就要先被HERA的老鷹給偷了 好 果然就屬思想 是要來直接突破前方防線啊 開始招想建築物 好 馬就被招想 尷尬了 可以來爆馬了嗎 阿茲要不要來爆馬一下 哇 索洛托勇士 不得了了 阿茲馬爆 這就是世界冠軍嗎 把阿茲硬生生成為一個馬國 好 帝王時代補下 HERA這裡帝王升上去之後 印度斯坦要升到帝王時代不太可能 能城堡打帝王了 有可能是一個帝王勸退 就來看一下這一波 印度斯坦要怎麼打最後的波紋 那印度斯坦這把應該是馬攻 控上癮的 也不是控上癮 秀上癮 但是要真的扛住阿茲這種經濟型打法 真的很不容易 好 索洛托勇士 攻擊力10加2 一般騎士傷害 但是沒有品種 也沒有馬鎧的關係 所以防禦力永遠都是2點 也沒有這個品種的血量加成 好 這旁邊 直接突破出去 我的天 哇 這個反應很快 直接把木牆給射掉 不然要是這個可以關起來的話 Hera這一波就可以搞定了 好 這裡看到 Hera點下了一擊射 三隻僧侶應該是難逃的意思 這裡總共有39隻的馬攻 印度斯坦補下了古拉姆 那古拉姆要遇到阿茲的老鷹的話 其實兩邊的性質很像 只是古拉姆有串燒效果 好 一樣都是遠防高的單位 遠防3 那老鷹的話也是遠防3 那古拉姆需要尋寶產 老鷹卻不用 所以阿茲特克的老鷹爆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這裡 產能速度太快了 好 這裡又抓到一波 挖實況的村民 好 這裡 阿茲的馬包 撤出了前線 撤到帝龍時代 印度斯坦還沒有被勸退 正面古拉姆對打一下 古拉姆有點寡不敵重 順著的撤退 上方的馬攻 繼續騷擾39隻馬攻 阿茲的老鷹過來 一過來就要被蒸發了嗎 點下了金罐 還有三級防 金瑞英勇士 還沒有點下 好 這裡稍微買賣一波 點下金瑞英勇士 好 這裡 39隻馬攻 繼續往前 稍微走動一下 怎麼感覺 Hera在 玩弄對手的感覺 好 說不了 金罐一毫 往前推 攻擊力來到了 7加6 三攻還沒有點 好 攻擊升級上去 老鷹來到9點 傷害 三攻一好 就變成8加9老鷹 8加9老鷹要怎麼打呢 非常兇的 超派 好 這裡印度山點下了 護兵鎧甲 護衛技術 手推車 但是馬攻開始扛不住了 三級甲的老鷹 馬攻沒有升到帝王時代 重裝馬攻 化學三級射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 三級甲的老鷹 三級甲的老鷹 遠方是8點 那馬攻也是8點 這就意味著 馬攻在這個時期怎麼射 都是一滴血 絕對不可能射得穿老鷹的 好 這時候 印度斯坦 好像要打出了 巨炎 我們恭喜 打出了GG 他怎麼說BM 好 恭喜Hera 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可能也知道自己在BM 轉出了這個 索洛托勇士 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在BM 先打出了一個SORRY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 印度斯坦 全部都輸 阿茲特克 全贏的一個局面 黃金正是贏了一倍 5勝物 那阿茲的勝物 又會產生額外33%的勝物 所以整體來看 他應該是獲得了6勝物左右 6.5個勝物 最後阿茲是出了284隻的老鷹 那印度斯坦 這邊是89隻的馬公 那最後實驗證明 馬公最後還是難抵 Hera這邊老鷹爆 補情的一直慘的狀況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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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